首先,在桌面開啟程式 開啟程式之後,會看到旁邊有一列選項 每一個選項都有不同的課題,例如齒輪 我們開啟齒輪課題,裡面有不同的單元 可以讓你選擇 開啟其中一個項目,我們會進去裡面 可以看到,右邊是用來介紹 一個齒輪是怎樣運作 有些真實的圖片 左邊是一個3D立體影像 你可以看到,它是可以動動的 以及有不同的輔助、學習的資訊 可以放大、放小和停下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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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rossed 再見 再見 ennis